我 我原来 你就是因为这个不理我的 那天 太子的确来我的房间了 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他因为白天碰见银销罗的事情心情不好 所以来找我说说话 我不告诉你 是因为 我害怕你生气 你说的都很对 你的解释都很合理 但是 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信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小长哥一时之间 有一种被人玩弄在鼓掌之间的感觉 既然他什么都知道 那为什么不找自己问清楚 还让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来质问他呢 他看着苍银销冷漠疏离的眼神 心底的最后一点城墙 被毫不留情的摧毁 既然如此 你认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不相信我 那我解释了 你还会信吗 小长哥自嘲地摇了摇头 忽然伸手 摘下了头上那只芙蓉玉簪子 猛然地摔到地上 奶白色的簪子 煞时间变得四分五裂 小长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书房 这一次苍银销没有再像以前一样地挽留他 也没有霸道地不留一点余地地将他给拉回来 任由他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书房 门外突然喷的一声巨响 好像有什么碎片在天空中炸开来 他背着突出起来的巨响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 我们出去看看吧 走到外面 满院的红色绸布挂满了树梢 院子里空无一人 唯有中间摆放着一桶烟花 无数的各种色彩 不停地在空中绽放开来 渲染着这就原本十分美丽的一切 妹月满脸笑意地推着小长哥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九曲回廊 王妃 我们去镜头那边看看 这一定是有什么秘密 小长哥扭得看了看身后的妹月 他正满脸笑意盎然地走着 这镜头那边到底有什么 他们在和自己玩什么把戏 妹月 有什么事情直说好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苍明觉得房间里挂着两个大红灯笼 小长哥略微有一些失神地走了过去 看着这欢喜满堂的场面 疑惑地转头问道 妹月 这到底怎么了 是谁 来